居然有新户最高6%回馈 旧户也有4.5%回馈 我就回答他说 莫忘事上苦人多 你以为每个人都需要这种 无上线的卡片一直无脑刷吗 嗨我是宝可梦 现在市场上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永恒银行的大卫卡 他已经公告了2025年的权益 居然有新户最高6%回馈 旧户也有4.5%回馈 到底怎么一回事 赶快来看看吧 一般消费的部分 由1%改为0.5% 这是改二了 但是他的海外交易的部分 由2%回馈改为2.5%回馈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改优 就不线心救护 人人都可以享有的权益 重点来了 绑定LinePay支付的部分 在2024年只有新户加码1% 但是在2025年上面年 他已经变成了不线心救护 人人有4%加码 而这个4%加码 每个人每个月可以拿800 所以回退一下 你每个月刷2万块以内 都可以拿好拿满 那你这个上半年一共6个月 你可以拿多少 4800点的点数 这个其实算是非常非常的大方 如果你是小资组 每个月大概就刷个2万块以内 绑定LinePay支付 拿4.5%回馈 非常的可以 但如果你是大额刷卡 想要无上限的话 建议你在2024年12月31号 以新户上车 你就可以拿到不分海内外3%回馈无上限 那如果你是2025年才上车的话 那你就是2025年的新户权益才适用 那新户跟救护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个表格 如果你是2024年的4月10号到12月31号来上车的人 可以拿到的是绑定LinePay 3%点数回馈无上限 海外一样也是直接刷就有3%点数回馈无上限 那如果是2025年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的是最高6%回馈 这6%回馈怎么来呢 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0.5%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绑定LinePay支付4%加码 这样是不是就有4.5%了 然后再加上新户的1.5%加码 一样是每个月可以拿800 所以你回退一下大概是53333元以内 都可以拿好拿满 那海外消费的部分呢 就由原本的3.5%上限 变成2025年的2.5%上限 如果你本身不常出国的 就对你来说没有差 那如果你在国内每个月都可以刷个2万3万 2万3万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2025年的新户上车 你每个月可以拿到的比较多一点 毕竟6%是大于3%不是吗 那永风救护差在哪里呢 如果你是2024年来使用大胃卡的话呢 你只能够拿到国内1%海外2% 其实蛮懒的 但是呢 你在2025年之后它的权益就调升了 因为永风银行针对绑定赖配支付 有加码4% 所以你的这个绑定赖配支付 在2025年上半年每个月呢 你都刷2万块钱 所以4.5% 你都可以拿900元 所以900元乘以6个月你可以拿多少 拿5400回馈 这个其实就真的蛮佛心的 所以2025年上半年的确是比较好用 我一直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马上就在网络上做分享 我的粉丝上面居然有上千的赞 然后还有上百则留言 蛮有趣的 所以我在这边呢 帮大家就是解答一些困惑 有一些有问问题的马上就来解答 这样子 这个Kelly Chen问到说 请问没有办的人是等到2025年之后再来办比较好吗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如果你还没有办的话呢 你是新户 你就可以看你现在的权益 你是想要2024年的权益 还是想要2025年的权益 然后你就自己决定 那就是现在办或者是1月1号之后办都可以 那如果是旧户的话就没有差 因为你现在上车就是把卡片先准备好 等到1月1号之后呢 再来开刷 也拿得到回馈 潘晓晓有问说 是否旧的大户卡要减掉 然后2025年再重新新办卡片 来绑定赖配呢 其实永丰大户卡跟永丰大卫卡 它是两个不同的产品 所以它可以同时并存 并不会因为说这张卡片有 你这张卡片就不能办 所以你是两张卡片都可以同时申办的 有一个粉丝朋友叫Aaron Chen 他说得很好 他说永丰这一招很高 原本卡片很普通 对于旧户而言 趁台新这一次自己改二 导致有逃难草 把一开始藏在后台一整年的牛肉 搬出来发 哇真的是很香 赚了自己的客户量 半卡量 然后再狠狠地踹了台新一脚 漂亮 这就是我想要看的竞争 而不是2023到2024年 别人都改烂 我也一起改烂 那这样就是百家放烂的时代 我觉得这个粉丝朋友讲得非常的好 我们要期待的呢 就是像这种血流成河不断的加码 那大家又有新的神卡可以使用了 这不是很好吗 林志伟说我脑刷才2万元而已 怎么可能太厉害了 我就回答他说 莫忘事上苦人多 你以为每个人都需要这种无上线的卡片一只 无脑刷吗 对不对 一般人只是普通的上班族而已 一个月了不起刷个一两万就够了 一两万拿4%跟一两万拿1% 中间就差了300多块钱了 为什么不省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没有同理心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有点体谅 因为我们大家呢 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普通的上班族小资组 所以我觉得这个永峰的优惠 其实是蛮佛心的 蛮照顾这些一般小资组的 那又有人问到大卫卡跟大户卡 到底差在哪里 我这边呢也简单做了一个表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旁边这边 这个永峰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他给的是现金回馈 白花花的现金入账 而大卫卡本身呢 他给的是line points点数 因为这个是永峰跟line pay 所谈的这个合作的信用卡 所以他给的一定是line points点数 所以这两个呢 光是在点数的回馈上面 就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现金回馈 你用这张 如果你喜欢的是点数回馈 尤其是line points点数 其实用这张就可以了 那line points点数要怎么使用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你只要有点数进账 你账上所有的点数 就会整批延长180天 所以你只要持续的刷这张卡片 你就有持续的点数进来 其实他就不会过期了 那甚至我再教你一招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张 现金回馈卡用 怎么用呢 你只要在绑定line pay支付的时候呢 在结账时选择这个line points点数折抵 把它打开之后呢 你在下一次的消费 就会把你账上的点数先抵掉了 这样是不是就是另外一种 现金回馈呢 那如果是绑定行动支付的话呢 其实永峰大卫卡 就是绑定在line pay 有最高 有这个2024年呢 是国内外3%嘛 那如果是2025年的话呢 就是新户6% 旧户最高4.5% 这个其实就是目前非常非常具有记者力的一张卡片 这个永峰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呢 这个卡片问世已经4年5年了 其实他的权益都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国内2%海外3% 那前提就是 你必须要跟永峰往来达10万元以上 放在帐上 你就成为大户的会员等级 跟永峰往来10万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呢 就是你的这个大大等级可以升级为大户等级 那他的差异就是原本是只有国内1%海外2%的现金回馈 就可以再多1%加码就可以变成国内2%海外3% 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那每个月3万块以内的消费都有这个回馈 超过就没有了 就是加码上级为300 那还有八大指钉通路加码5%的部分 每个月上线是300 所以你回推大概是刷个6000块以内 都可以享有这个额外的5%加码 那最厉害的就是 在自动加值的部分也在通路里面 那么你只要拿这张卡片的自动加值功能 你去哪里 四大超商 还有这个比如说 加乐福 然后还有全联 这些通路里面 可以用悠悠卡支付的地方 你都可以吃得到这个5%的回馈 所以我个人觉得自动加值5% 也是这张卡片很神的地方 那大卫卡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两张卡片 其实你都可以一起办下来 一起使用 它就是一个很强的永峰卡 提醒你 尽量就是用永峰的账户来扣角卡费 再加上电子账单 那这样子的话 大部分的卡片的免年费的门槛 你都达到了 所以你这个卡片就算不用 你放在抽屉里面 它也不会有年费产生 你就可以持续的持有它 怎样才能够最大化自己利益呢 非常简单 你就是只要照着我的流程走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先申办大户数位账户 但是在这中间呢 先不要加办信用卡 也不要申办证捐账户 那大户数位账户申请下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申办这张大卫卡 如果你是在2024年12月30日以前 申办就是今年度的 部分海内外3%回馈5上线 那如果你是2025年1月1号上车的 你就是享有2025年的权益 就是新户最高有6%的回馈 所以这是二则一 你就看你的上车时间点来决定 那当你成为永峰救护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来加办这张 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然后还有永峰Sport卡 永峰必备卡 永峰现金回馈柜卡 这些你就可以顺便再加办 那你就可以入手整套的永峰卡组 那未来呢 在各种不同的场域来做消费 你都可以拿到高额的回馈 对了 别忘了要再加开这个证券账户 就是大户头证券账户 然后把它跟永峰大户数位账户做联动 其实你的现金呢 就可以直接这样子进去投资市场 不论是台股还是美股 其实都非常的好用 像我从2020年开始使用永峰大户数位账户 它现在已经过了5年了吧 这5年我累计的资产呢 已经存了至少有400万在里面 然后呢 它的账上的投资损益 已经来到了45%到50%的这个获利 等于就等于资金已经成长到 接近650万 很惊人 大概我每半年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投资的这个最后的结果 就会发现其实你只是单纯的购买全市场的ETF 然后你把它放进去 不断的定期定额去做 其实它的成绩呢就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也预期在5年之后呢 我就可以来到千万资产 那时候是不是就可以退休了呢 或者是资金继续滚 然后呢来到2000万3000万 其实你就可以过着非常丰富非常富足的人生了 有风银行非常的佛心 就是在10月底的时候呢 在市场投下这个震撼弹 非常的好 就是新户在2025年呢 有6% 那么旧户也有4.5% 这个真的是有照顾到老朋友 非常的不错 与之相比呢 像台信仰Google卡 LIGO卡 那甚至新展银行的全系列的卡片 都是全面改二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如果你身边呢 还有在使用这些 感觉上2025年比较烂的卡片的人 也非常欢迎你 就是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 让他们来看一下 有风银真的2025年比较好用 让他们赶快转台过来 我觉得这边好康比较多 你别忘了按赞留言 订阅分享本频道 接下来还有更多有趣的信用卡资讯 我也一样在我们的频道分享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